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你要走走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安安老师想要先问各位听众朋友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觉得幸福吗 这个问题 我想每个听众朋友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安安老师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真的是我看过最幸福的人 他每天好像都 脸上都是洋溢的微笑的 然后呢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每天都看起来这么的开心啊 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哦 我说你怎么觉得自己这么幸福呢 你的秘诀是什么 他说你不觉得我们有食物可以吃 然后有很多朋友在身边 然后现在身体也算健康 然后每天早上张开眼睛可以看到这个阳光 然后看到绿绿的树 看到蓝色的天 你不觉得非常的幸福吗 哇 安安老师真的说 现在这个社会上有这种想法的人 太少太少了 有点像以前在这个千百年前 孔子的时代 他有一个学生严慧 这是孔子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啊 他说 这个严慧呢 他的客观条件 看起来并不幸福啊 他是居漏巷 然后一单食一瓢饮啊 就是整个的 这个住的环境啊 饮食啊 物质生活条件都是很差的 那孔子说 这个人就不堪其忧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呢 一定是很忧愁的 但是呢 悔也不改其了 但是言悔呢 他却仍然觉得很快乐 这是孔子非常敬佩的一个学生啊 那么这个 我最近碰到的 新认识的这个朋友 也有这样子的特质 他就是一个很觉得幸福的人 这个幸福好像打从他的心底 满满的涌上来 然后你去看呢 你说他的整个客观条件好吗 其实也就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 那你说 是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家庭的爱呢 其实他的父母都已经双亡了 那看起来好像在物质环境方面 然后在这个家庭的环境方面 看起来都是好像客观条件 并不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但是呢 他的心里面却充满了感恩 他跟我说 他每天早上觉得自己还活着 真的是很美好 所以他都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啊 那么我就再问他 我说 很多人都像你一样啊 也是 早上起来也都看到阳光啊 也都能够吃到食物啊 然后也 旁边也都有很多朋友 但是好多人都不开心哦 特别是我做这一行的啊 我看到太多人 他们的客观条件都非常的好 但是他们仍然很不快乐 那你觉得 你能够这么快乐 能够觉得自己这么幸福的秘诀又在哪里呢 那么他就说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四个字 就是活在当下 也就是在当下里面去感受美好 用感恩的心 然后去细细的品味 去觉察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 无论这件事情 在客观上看起来是好的坏的 它都有所谓各种的滋味 那这个各种的滋味 透过我们的视觉 嗅觉 听觉 味觉 触觉 还有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感觉 我们都可以去品味它的滋味 无论是苦是甜 是酸是辣 这个都是生命带给我们的丰富 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 用我们所有的感受力 去感受你 今天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所赋予 所给你的一切 那么这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态度 也就是用心的 把你所有的专注力 都放在当下 在这个时刻 在现在这个地方 他说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幸福的秘诀 那么 这让安老师想到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啊 在这个湖畔呢 有一个大叔 他坐在他的小船上面 正在钓鱼 然后呢 这个旁边呢 在湖畔呢 就来了一个小男孩 他就问这个大叔说 哎 大叔 我看你已经在这边 钓了一天的鱼了耶 你不累吗 这个大叔说 哎 傻孩子 要赚钱呢 所以我希望能够钓更多的鱼 才能把鱼拿去卖钱 然后呢 这小男孩就歪着头 就看着这个大叔说 哦 那 你卖了钱以后 要做什么呢 那这个大叔说 当我卖了钱以后呢 我要用这些钱 再买一艘更大的船 然后呢 再多买几个钓杆 这样就可以钓更多的鱼了 然后这个 小男孩说 啊 那钓更多的鱼 要干什么呢 这个大叔就摇摇头说 你这孩子真傻呀 钓更多的鱼 当然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呢 那么 这个小男孩说 嗯 那赚更多的钱以后 你又要干嘛呢 这个大叔说 那我就再拿这些钱 就不买这个小舟了 我就多买一条很大的这个 有机器的鱼船 然后我可以出海去捕鱼 这样就可以捕到更多的鱼了 那 小男孩又继续问说 那 又有那么多的鱼要干嘛 这个大叔说 真不知道你是笨还是傻 有了更多的鱼 我就可以成立公司 成立一个鱼业公司 这样子就可以雇用更多的鱼工 然后买更多的船来出海捕鱼啊 这样就可以赚到更多更多的钱 然后这小男孩就说 哦 那 等你当了公司的老板 有了很多的员工 也有很多的鱼船 然后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以后 那你要做什么呀 这时候就看这个大叔闭幕 然后就脸上浮起了一个微笑说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在湖边盖一栋别墅 然后呢 再买一艘小船 像现在一样 然后呢 就在这个船上 好好的来钓鱼 享受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事实上 无论我们在追什么 我们好像都把眼光放在外面 我们想要追到更多 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驻足停留 而你会发现那些已经追到的人 他最后享受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现在 正在里面的这个环境 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留心 去驻足 去停留 去体会它 所以幸福不在别处 真的就在当下 当然 这并不是说 你从此就不用去追求你的目标 目标仍然要追求 但是 请你 也同时留心 你身旁的风景 不要只把眼光看着 远远的那一个城堡 而忘记了 原来你旁边 有许多已经盛开的花朵 记得去看看它们盛开的模样 去闻闻它们的味道 去感受一下 这些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事物 当你留心去感觉你身旁的东西的时候 当你留心在 我们英文说 this moment 也就是此时此刻的时候 事实上 你那时候的脑坡就进入一个 我们在很久以前的节目里面曾经提过 就会进入一个所谓的 feet打坡 那么这个坡的特色就是 你的身体是很放松的 但是你的精神是很专注的 那么这样子的坡 可以提升你的整个的智慧 让你整个人觉得又轻松 但是思绪又很亲民 然后你在那样子的感觉里面 你就会感受到 时间与你 还有整个世界好像合而为一 然后你在里面会感觉到非常的平静 这个也就是现在西方很流行的 所谓的mindfulness 也就是所谓的正念 这个正念也被美国时代杂志 还悬上封面说 这是一场mindful revolution 这是一场正念的革命 现在有好多好多世界上的这些大企业 都在用这种东方的冥想方法 也就是正念的方法 去调整自己内在的这个脑坡 然后让自己的智慧提升 然后身心更加的平静和谐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幸福的时候要讲到这个呢 因为很重要 正念的最大的所谓的准则就在于活在当下 那么活在当下 当你的身心整个放松平静专注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天人合一 那就是一个幸福的境界 所以很多人说要怎么样可以得到幸福 其实你每天只要抽五分钟出来 然后很用心专注的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就很认真的吃饭 或者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很认真的去感受那个水珠在你身上滑落的感觉 甚至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每天可以花十分钟做一个正念的冥想 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说 那这个正念的冥想该怎么样来实践呢 市面上有一些正念的课程你可以去听 那今天呢 安安老师也要在下一节的节目里面 直接导引你们进入一个正念的冥想当中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你们都可以放在手机里面 特别是下一段的节目 每天可以重复的听 去做这个正念冥想的练习 它对于你放松身心 开启智慧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 所以现在要先请你找一个 能够安静独处的地方 然后我们待会就要来进行这个 正念冥想的练习 我们先进一首歌 带回来听吴广众的曼灵魂 晚霞灿烂照着我 一朵蒲公银飘过窗口 就在小镇的街头 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 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 太多的困惑我不想懂 就在没有月光的时候 流星划过我的身后 微风轻轻吹 吹得我心碎 不想风筝飞 被吹得好远 我只想要慢慢飞 微风轻轻吹 谁在流眼泪 我想风筝飞 越过了界限好远 流星划过的瞬间 流星划过的瞬间 我才发现找不到我的世界 点点星光照着我 这种寂寞穿过我胸口 就在小镇的街头 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 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 太多的困惑我不想懂 就在没有月光的时候 流星划过我的身后 微风轻轻吹 吹得我心碎 不想风筝飞 被吹得好远 越过了乌云海边 我只能够慢慢飞 微风轻轻吹 谁在流眼泪 我想风筝飞 越过了界限好远 原谅我满灵魂 我担心会找不到我的世界 微风轻轻吹 吹得我心碎 我想风筝飞 或想风筝飞 我想风筝飞 被丢得好远 越过了乌云海边 我只能够慢慢飞 我只能够慢慢飞 微风轻轻吹 吹得我心碎 不要流眼泪 我想风筝飞 越过了界限好远 原谅我满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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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会找不到 希望找得到 希望找得到 会不会跟不上 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 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 平静的时刻 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的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正念意象法的练习 正念思维的概念 其实源于东方的哲学禅修 近年来在西方受到极度的重视 更发展成心理治疗的一股心心力量 以正念思考 就是学习以不批判的态度观看事物 完整觉醒的活在当下 在日常生活中 身心常处于分裂的状态 身体在这里 心思却迷失在过去和未来 可能被愤怒 仇恨 忌妒 或焦虑情绪所控制 正念意象疗法 能有效让人脱离过去不愉快的记忆 或是对未来的担忧 回到现今 当下 透过不同主题的意象观想 重新塑造人的五官五感 在除去顽固的情绪与迷思后 以全新的感官 再一次体验生活的美好感觉 现在 请放松你的思想 放下过去的回忆 放下未来的担忧 感受每一次的呼吸 让思想回到每一秒的当下 再一次放松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自由而空旷 在一呼一息间得到了平静 将你所有的注意力摆放在你的内心 去感受哪里还有愤怒与郁闷的情绪 你接受这些出现的负面情绪 藉由呼吸把它们送走 你以超然平和的意识注意你的呼吸 呼吸 将心中产生的一切负面情绪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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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静 放松 你重新鲜 你重新寻回一颗清明的平常心 将注意力转 将注意力转向你的眼睛 深深的呼吸 温暖的能量缓缓流过你的双眼 把你的眼睛重新洗刷干净 让你拥有清晰 让你拥有清晰明亮的视野 让你拥有清晰明亮的视野 能以心的高度和宽度 看清事物的本质 将注意力转向你的耳朵 再次的呼吸 能量流过你的双耳 让你的听觉回复聪慧敏感 能再次倾听内心与大自然的呼唤 再将你的注意力转向鼻子 在吸气时 让清新的空气 帮助你清洗污浊的呼吸道 吐气时 将所有积存的晦气排出 让你寻回天赋无染的嗅觉 能追踪天地纯然的原始气味 将注意力转向你的口舌 一呼一息间 新鲜的空气 为你冲刷洁净舌上的味蕾 让你的味觉回复清爽明锐 最后将注意力转向你的皮肤 感受皮肤上的空气流过 让你重新寻回细致的触感 能再次感受人间冷暖 体验天地有情 你现在带着一颗清明的心 换上新的五官 五感活在当下 以无条件的美去感悟内心 与外在 感觉自己的五官好像被洗滴过 清新的五感 清新的五感 顿时开启 与真实的自己相知相遇 以下是一些意向主题的加强练习 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要与需要随意更改 现在想象一个场所 在那里你能感到安全 平静 放松 这个场所可以是真实的 也可以是虚构的 可以是室内 也可以是室外 可以是你曾到过的地方 也可以是你一直想去的地方 这地方让你感觉很好 让你心情轻松愉快 这个地方在你心中无比真实 想象你进入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海滩 用你的眼睛 看清四周的景色 将自己的目光 浸透到每一个细节中 抬头向上 你看见蔚蓝的天空 如棉花般柔软的白云 在天上飘着 慢慢在流动 看看你的前方 你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 海水清澈透明 小鱼在水里追逐细细 你眼睛看到的都是灿烂 很轻松的色彩 听听这里的声音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海浪拍打海岸 还有小鸟悦耳的鸣声 只要你耳朵能享受的声音 都能在这里听到 忽然一阵清风吹来 轻浮在你的脸庞上 你感到无比清凉 舒服 你的皮肤 一边享受太阳的温暖 一边享受微风的清凉 你深深吸一口气 闻到远处传来的花香 当中还夹杂着草莓的香甜 与海洋刺鼻的咸味 你赤着双脚踏在细滑的沙滩上 沿着海岸线轻松散步 海水传来醒脑的冰凉 让你感到神清气爽 你看着日环西沉 青黄色的晚霞映照着燕红的夕阳 诉说着生命的美丽 自时自刻 你身处此地 心里充满无限感激与感恩 你再一次感受到外在的美丽 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快乐 身心疾病最好的预防以及治疗方法 是时时刻刻和大自然和自己内心亲近 保持一颗清明的平常心 你每天试着练习这内观放松与正念一项疗法 可帮助你学习转念 重新观看世界 重新感受身边事物 发现灿烂的阳光 色彩缤纷的世界 而且重新感受生活的美好 感谢观看